花莲县政府与原舞者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办理 原舞者在花莲特展 9月30号起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展出 这次活动展出原舞者从2007年 从北部搬迁到花莲以来 深耕在地部落10个演出作品 所累积的珍贵图像以及文字资料 30号的开幕一室 县长徐正伟亲自出席 各部落树组长齐老各界士生都到场 感受花莲丰富的文化土壤 带给原舞者的创作养分 就在原舞者舞蹈的表演下 这一场特展9月30号起正式展出 原舞者文化艺术基金会展出 原舞者超过30年的发展足迹 透过成员的创作手稿 田野调查笔记 演出心得以及传统服饰配件装置的呈现 来分享原舞者从部落到舞台 从台湾到世界一路走来努力的成果 我想因为演舞者在花莲地区已经到了16年的时间 但实际上还没有完完整整的跟这里的在地的花莲地区 有做一个很好一个联系 那么透过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在台北顺义博物馆也有个特展 那么今年延续上一次的那个风格到这个地方来 但实际上风格是有点区别 这里我们是把这个 演舞者三十年所走过的路 那么所做的任何一档的制作演出 都在这边做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些介绍之外除了图片之外呢 还有一个跟当时的演出有相关的一些道具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并在整个这个特展里面就给产出 而演舞者从2007年从北部搬迁到收封乡陈南村后 所创作的各五马巨座接轨原乡 将原住民对历史生态和人性价值的不同观点 化成岳舞展演推向国际后 也让陈南村的原住民余有容颜 因为我们这个演舞者是在15年前就到我们池南部落 在我们池南部落这15年来 我们都亲眼看到他们到各部落去做一个田野调查 都是以原住民的文化为基础 以这个作为利基点来做一个创作的一个基础 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是让我们感动的地方 这就是有务者他是以文化在地文化为基础 在未来呢希望能够继续的文化的传承这个部分 能够逐次的做很细腻的一个表演 华林县长许正位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并听取导览解说并表示 这份珍贵的资产让当地的原住民族人感到骄傲 然而部落骑劳逐渐凋零保存这些珍贵的传统知识 和文化为县政府刻不容缓的事情 原武者在花莲特展展期从9月30号起到12月14号 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展出 也欢迎乡亲一起来感受花莲丰富的文化土壤 带给原武者的创作养分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